新店景分局结合了新店景友会还有景友赞 在睡末寒冬之际办理了物资捐赠受难的合同 针对辖区内66户需要援助的独居老人还有弱势家庭 赠送毛毯、白米还有2000块钱的红包 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还有能够过个好年 为了让辖区内孤苦伶仃的独居老人 以及生活困苦的弱势家庭能过个好年 新店景分局结合新北市景友会新店办事处 以及14个景友站一同办理寒冬送暖活动 对于辖区内66户急于救助的家庭提供援助 除了有松山慈惠堂捐助的白米和茅坦 另外景友办事处和全体景友站还捐赠了每户新台币2000元的红包 召集了我们景友会的主任还有各站的站长 还有松山慈惠堂的资金会理事长 那大家共同来捐款还有自创一些物资 那我们这66户的人都是我们非常的同仁 非常认真去找的 都是真正的比较弱势的 希望能够办得越多 越大越好更多人来参与 那么让这个社会多一份爱心 让这些贫困家庭需要去帮助的家庭来给他们一些关心 随后新店警分局分局长周国雄以及景友办事处主任陈明雄等人 也带着物资和红包一同前往探视多位独居老人 90多岁的林奶奶看见一行人来访心情相当激动 频频感谢 除了亲自探视虚寒问暖 景友会还当场加码现金红包 让老人家们倍感温馨 新店警分局表示 爱心付出是无远佛界 期盼透过这样的关怀让社会充满更多温暖 也希望能有更多民间力量一起来发挥爱心 让爱无所不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